第四十题 这是一个单题 但它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叙述 它说丁丁跟米鲁一起追忌小偷 晚上天色昏暗 米鲁以每秒0.5公尺等速向前奔跑 丁丁一踏上木板 即劈点 马上惊觉不对 当时米鲁正好通过Q点 于是丁丁立即向前加速狂奔 想抱回米鲁 两秒后刚好及时 木板恰可松动 抱住米鲁 并且迅速往回跳 幸运逃过一劫 丁丁测量得知词 均匀木板全长 PR等于11公尺 PO等于5.5公尺 OQ等于0.5公尺 然后他就问了我们第四十题 他说 丁丁丁的体重是65公斤重 米鲁体重是5公斤重 请算出此以均匀木板的重量为何 那么这个显然是应该要用所谓的力举来算 但是这个木板是有重量的 那老师上课的时候教过 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方体 圆柱体 然后呢 密度是一致均匀的东西 然后他如果这有重量的话 我们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是把它集中在中间 一种是一人一半放两边 那么这边的这个O点呢 它说PO是5.5公尺 然后PR全部是1公尺 这个正好就是中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重量的假设 W呢放在中间 然后这个板子呢要能够转弯 所以应该这个地方应该叫做所谓的支点 那么OQ这边呢是0.5公尺 然后现在另外一个例举就是 所谓的丁丁跟米鲁 它在哪里呢 它说我们的米鲁刚刚通过Q点的时候 丁丁往前追 两秒钟抓到它 而米鲁的呢 速度是0.5公尺 每秒0.5公尺 所以2乘以0.5呢 要等于1 所以呢 它们是在距离1公尺的地方 在这里 那有多少呢 有丁丁跟米鲁 所以它们两个都在一起 所以它的质量呢 重量呢是两个加在一起 65公斤重加5公斤重 等于70公斤重 所以呢 这两个的例举呢 应该要一样大 所以我们就 那么顺势中立局等于逆时中立局 谁到的顺势中立局呢 就是丁丁跟米鲁 所以呢 1公尺乘以70 那么谁到的逆时中立局呢 就是我们这个板子的重量 那就是0.5乘以我们重量 不知道W 是要相等 所以呢 W呢 就要等于140公斤重 所以呢 我们就晓得 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140公斤重 所以 第40题的答案呢 我们要选的是C 他问我们均匀木板寸量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C 140公斤重